这个咱们得掰开了揉睡的时候 得从劳教制度的诞生的时候开始 什么时候开始呢 中华人民公共国成立之后呢 在1951年到53年 全国各地呢镇压反革命 抓了大量反革命分子 有一些人呢是判了刑了 还有一些人呢 假如说错抓的一调查没事 也放了 那么这里边呢 有的人判刑了进了监狱 可是监狱和居留所里 还有大量没判刑的 还放不出去的 为什么呢 这些人呢 有一部分呢是等待调查的 还没调查完了 还有一部分呢 他有轻微的违法犯罪行为 但是还不够判的 所以这样就给搁到居留所 搁到监狱里了 展示压着 那么这个时候 监狱拘留所就人满为患了 怎么处理这些人呢 在1955年的时候呢 中央有一个关于这个 诉反的一个文件 就说道 说这些人呢 一部分人呢判了死刑了 枪毙了 还有一部分人一调查呢 没什么事或者太轻微了 回去接着工作 剩下这部分人在监狱里怎么办呢 一半判刑 然后劳动改造 大伙注意啊 劳动改造和劳动教养不是一回事 劳动改造是指 咱们说劳改犯劳改犯 是犯人已经判了刑了 劳动改造 另外一部分人呢 就是他们的行为不够判刑 可是呢 你又把它放出去呢 有可能带来危害 而且你把它放到社会上呢 这些人没工作 游手好闲 没法就业 那好 把这部分人集中起来 进行劳动教养 通过劳动的方式 教育培养 让他们自食其力 然后劳动过程当中的国家呢 管他们吃歌 还给他们发一定的公司 在面上呢 其实骨子里还包含另一个含义 因为我们知道 中华人民共和国刚成立的时候呢 毫无疑问敌对势力 要破坏这个新生的革命政权 就有大量的特务 坏分子 等于隐藏在人群当中 你有时候把他抓住了呢 你说你要真把他放出去 可是放出去 这些人里头 都有好多特务 他容易破坏社会主义建设 所以为了安全起见 我也不给你放出去 干脆吧 劳动教养吧 就这么着 在1956年年初的时候 让各个地方赶紧建 劳动教养场所 因为原先说劳动教养 那只能送到监狱去 劳改农场非常少 所以当时全国各地呢 建了很多劳动教养场所 到现在这全国有 三百多处劳动教养场所 那这样在法律上得定下来呀 其实就是让他 有个合法过程 不一定是立法 所以在1957年的时候呢 全国人大通过了 就关于劳动教养的规定 所以我们如果要算 劳动教养时间有多长呢 应该从57年算起 到今年2013年 这前前后后等于是 整整56年 如果你要从1955年算起 那就是58年 其实这个劳教制度呢 最初就和中国的 这个法制的状况 是相联系的 在49年以后 相对来说 那个法制观念是比较淡薄的 而当时社会治安 也相对混乱的时候呢 就是说一个是军管 一个是警察 他们就是说 从快从速来处理 这个社会的治安问题 所以呢 这个劳教制度呢 是产生于当时的那种 那种社会状态 反正又不健全 然后呢 社会呢 需要进一步的 尽快的稳定下来 所以当时呢 这些人都被送去劳动教养 就虽然我们看到 劳动教养呢 解决了这些反革命分子 轻微犯罪的 怎么处置 还有的呢 有的人呢 是游手好闲 小偷小摸 你说也不够判的 怎么办 就我们经常说 这个大错不犯 小错不断 把这些人也通过 劳动教养给管起来了 在一定程度上 对社会治安 起了一种非常积极的作用 这个劳动教养制度 它在历史上 对于保护公民的合法权利 唯无社会的次序 尤其在维稳方面 也是起了一定的作用 但是另一方面 应该看到 它的弊端非常大 大在哪 首先你看世界上 劳改犯劳改犯 他行满了 你得释放人家 很多时候上头话不说 解除你劳动教养 你就在里边待着 而且劳改农场 很多时候是什么样 把这个劳改犯 和劳动教养的人 混到一块 事实上 代表和犯人没区别了 所以这个在当时呢 形成了很大的社会问题 就如果不放你 那你就在里边待着 一直到1979年 关于劳动教养的补充规定 颁布了 才定下劳动教养 可以是半年的 一年到三年 最高不能超过四年 才定下最高期限 后来我记得2005年 又定最高是两年 中文字幕志愿者 立即进行 你们俩时代表